脾虚弹湿重用二乘丸却无效 犯的错误太常见了 大部分人都中招了 这个粉丝呢 他自己有胸闷弹多 大便黏黏 食欲差消化慢 身体沉重 阴囊潮湿的问题 看到我的文章自我诊断 是脾虚弹湿 自己吃了一段时间 二乘丸之后无效 发来舌相呢 问我是不是不对症 那么简单分析舌相 舌胎呢 不满舌体 舌根不稳 尤其是厚 弹湿重 而且下胶呀 弹湿更为明显 舌中傲陷裂纹 脾胃虚弱 看到这两处呢 基本于患者推弹相同 但舌头可是要看整体的啊 那么第三呢 舌头边骨胀的厉害 干瘀气节的程度很深 第四是舌质蛋白 考虑有阳絮和气血不足的情况 二乘丸造势化痰之力 确实不错 但关键的是 干气欲结 湿气无法的顺利排除 再加上阳气虚弱 温化不了湿气 那么这一点 造势化痰的作用 也就显得微乎其微 因此用在他身上就无效 所以说中医重在 辩证 不是说头疼一头呀 脚疼一脚 不找到病根 很难用药起效 用药参考呢 柴虎蔬干散 加上寄生肾气丸 来进行加减 好 好 感谢观看